我经常和家长们讲 孩子来美国读研之前 如果三件事没有准备好 那么即使手里拿着一个名校的offer 可能来读研的结果会打折扣 那这三件事是什么 第一个英语水平不能够只通过语言考试就够了 它语言考试它就是一个测试 测试你的英语水平可以说 我允许你进入美国大学 可能你上课能听得懂 但是真实留学的话 并不是只通过语言考试分数就可以的 即使托福考了100分 我依然听到很多同学抱怨说 好像就考了个假托福似的 教授讲课的时候 感觉好像听懂了 但又好像没听懂 跟同学聊天 大家笑的时候也只能跟着笑 但心里其实在想 他们到底在笑啥 那么到了论文小组作业 presentation的时候 这里面就要看你真正的英语的水平了 如果你语言不过关 你即使观点是好的 但是你可能也不太容易得高分 所以如果在出国之前 你还有一段时间 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英文能力 你说我是看美剧也好 我是再加强也好 现在英文的材料非常多 要增加你的听和你的读和写的能力 第二点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了解美国的就业的逻辑 你现在是要读研究生了 读研究生 学业就基本上到终点 那学业终点是什么 不是失业而是就业 那么大多数学生都想 我毕了业以后 先在美国工作几年积累经验 这也非常的正常 99.9%的留学生都是这么想 但是能成功做到的并不多 那么你就要了解在美国就业的基本逻辑 就业它就是挣钱 别人要给你钱 就要看有没有人是要雇你 别人雇你 是要看你自己的真本事 美国的就业 它主要看经验 不是看你的学位 你从哪个学校毕业 而且经验是要在美国本土 可以核实的经验 在美国就业不能靠父母去找关系 找关系也没用 下面说第三点 就是你这个弦一定要绷紧了 就是从入学的第一天 就要开始准备你的求职 很多来美国读研究章同学 都没有意识到 其实入学就要做求职的准备 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硕士 是一年半 那么一年半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你只有一个暑假 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实习 因为美国的寒夏就三个星期 而且中间又隔着圣诞节和元旦 那么可能做实习不太现实 这个实习的机会 在大多数情况都是在 9月10月11月感恩节之前就定下来 你说你如果是刚来美国读书 对吧 你又是中国的本科 你屁股还没做热 学业还没有搞清楚 这些机会你可能就错过了 什么校招 对吧 你像一个公司来学校招人 他肯定是带着任务来的 所以这个是你机会最大的 但是你如果9月10月你错过了的话 那么将来可能你的机会 就比有事先好好准备的这些同学 他们的机会要少得多 你如果暑假没有好好的实习 没有一个好的机会 毕业的时候 你毕业而且是在第二年的年底毕业 或者第三年的夏天毕业 你可能就业就会遇到障碍 所以在美国一定要把握住求职的时间点 但学校里面什么时候开学 什么时候选课 这些时间点基本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但是就业的时间点一定要把握住 一定要尽量的抓紧你的实习的机会 还有你的投递简历 你的就业的准备 一定要把简历从你入学的第一天 甚至是还没有来到美国的时候 就把它准备好 这样让你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求职的一个状态 要不然你说人家有这个job fair 你去你给人什么 你没有简历 人家拿什么来评估你 所以这三件事我希望来美国读研的同学 不要觉得说我拿到学校录取 我读研就完事大吉了 完全不是 你读研最后能不能成功 如何成功 其实跟这三个事情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今天就讲到这 美国求学就业找后人 我是常老师 你给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